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的另辟一条道路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韭菜花炒老称 韭菜花炒老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材料 韭菜炒老称 原料有韭苔 老称 红辣椒 调料有生抽 料酒 白胡椒粉 香油 宾哥所说的韭菜花就是这个 我们也叫韭苔 也可以叫韭苔炒老称 原料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称处理好 然后韭苔洗干净 然后放一些红椒作为一个点缀 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 我在北方长大 这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有一大片一大片那种菜店 很多的小女生 她们会这么做 她会把这个取下来以后 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就是把它做完了之后 就绑在手上或者套着脖子 当项链和当手链 特别特别有意思 然后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 这个都不流行了 大家都有钱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于是乎 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 好好的去炒菜 炒蛋 炒肉 或者今天炒老称 但是可以当初的小女生 可以为她现在的 她的小女生 她的小男生 再做一下 也可以回忆 回忆童年 对啊 非常不错 这个取老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老称我们就是把它老称 放那个水里面煮熟 然后把它盛漏取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称的汤就不要倒掉 做什么 鸡蛋汤 做鸡蛋也可以啊 做冬瓜汤也可以啊 那这变成就是一道菜一道汤 今天全有了 做完饭 太好了 你刚才那汤没到吗 没到没到 还在后面 就有汤喝了 对 趁已经处理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对对对 切一下 把这个韭菜花心 把它切一下 韭菜花在做的时候 我敬意各位 头的部分尽量把它去一点 比较 这不要 老 比较老 所以头的部分尽量把它去掉一点 不要太多 剩下部分把它切成条状 这是最家常的一种做法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也没什么特别的难度 也可以叫新手菜 可以啊 非常简单 因为夏天我个人的主张就是 尽量减少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 而且其实韭苔和韭菜它还是有区别的 韭菜的味道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和重 因为很多人不吃韭菜 对对对 但是韭苔它其实是清香的那种味道 而且呢 这种韭菜花就是现在这种季节吃 你离开这种季节 没了 就是老了 就老是不好吃的 而且在这里还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挑选韭苔的小窍门 你就看这个根部的时候 就是其实刚才那个冰哥已经的处理过了 你在市场去买这个根的这个韭苔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后边呢 如果微黄 它一定是老的 如果它的颜色呢 通绿 那这个一定是嫩的 就可以了 放心的买回家了 对对对对 同样这个红椒也是要切成条状 对 跟它比较搭 然后呢 跟这个也比较搭 那你现在切这个辣椒条的时候 我是可以给你热锅了吗 稍等一下 因为都会还要调一个味汁 你是要把味汁调好了之后 然后去炒 这样子速度会更快 而且呢 这样子它吸收的比较均匀 因为老银 它已经经过水捞 已经是成熟的 如果你放在锅里面 炒的时间再长 就变老不好吃 所以说今天要调一个味汁 好了 那这样 这些东西啊 我们全部都转移过来 那我先调味汁 可以 好 我们来拿一个小勺 放一些清水在这里面 适量的清水 所以我们放里面放生抽 生抽在这 好了 你来拿 生抽大概像这样子 我们今天这么多量 再放三条根 这颜色就有了 不能放老抽 因为这是清爽的菜 如果你放老抽的话 颜色太重 放一些料酒 毕竟它是海鲜嘛 去点心 好 之后呢 一些的香麻油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最后面最后面 来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不是盐和鸡粉呢 因为生抽就有鲜味了 本身老抽就有鲜味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 就全部把它省略掉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 位置就好了 位置就好了 那这个工作交给我 好 那我开火了 行 开火吧 好 我们互相配合 下日厨房 我们尽量少待 做完之后 小妹大吃 开着猪炒 吃着老抽 喝着老抽汤 吃着干饭 开饭 就一道清爽的菜 一会儿就吃完了 中午时间比较赶 我们就简单点 等会儿下次我们做个 燃的 往上吃 成 没问题 好 锅稍微热热一点 油的量稍微大点点 因为我们要炒这个 酒菜花 量稍微大点点 其实韭苔也很容易成熟的 如果你要炒时间长 它就软了 不好吃了 一定要保持那种 脆的口感 对对对 锅底有油 有稍微多点点 油不要很热 稍微有点 弄起来就可以了 放在韭苔 一样 中小火 我们来炒这个酒菜 对 所以人问了 吃到什么时候算好 闻到它的香味 起来就OK 现在还没有 没有 对 稍等一下 现在这个酒菜的味道 已经出来了 好像 有点香了 有点香了 我光晓晶点 下红椒 现在给它断生一下 有绿的 有红的 炒凉炒 OK 之后下秤 下这个 因为秤本来就是熟的 就是熟的 经常让它吸取 这个酒台的香味 同时也要把它的 鲜的味道 渗透在酒台里 是 我觉得这菜已经 基本熟了 香啊 香啊 哇 好香 这酒菜的味道 就是我们的大火 下汁 好 我们可以慢一点 这火非常的大 来一些 需要这么多的料汁 让它 把汁能够吸得出去 尤其是秤的这个部分 对 我们现在没有做 一炒 一下子把它倒出来 现在是一个收汁的 而且秤呢 也不宜炒至特别长时间 如果炒时间长的话 它就老了 现在汁怎么样 OK 可以出锅了 现在可以关火了 可以出锅了 对 哎呀 好快啊 这道菜 我们直接可以装盘了 在这个时候 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整道菜的烹饪过程 韭苔炒老秤 原料有 韭苔 老秤 红辣椒 调料有 生抽 料酒 白胡椒粉 香油 一起来看看它的做法吧 韭苔切段 辣椒切条 备用 取清水 生抽 料酒 香油 白胡椒 备好料汁 热锅热油 倒入韭苔炒香 加入红椒 老秤肉 以及调好的料汁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 健康小提示 酒苔富含钙 磷 铁 胡萝卜素 荷黄素 抗坏血酸 等有益成分 具有身筋开胃 增强食欲 促进消化 等食料功效 这样的一盘菜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但是一定的 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有疑问 就是如果他们身边 没有这个酒苔 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 这个蔬菜 来替代酒苔 和老秤一块 进行翻炒 如果说没有酒苔 西芹 卤笋 西芹就是那个粗的那种的 能用水芹菜炒吗 尽量不要水芹菜 因为水芹菜 一一热 它就很容易变暖掉 感觉就不好看 就是你没有口感 没口感 对 西芹和卤笋 西芹其实是精彩好料 但是卤笋 并不是哪个地方都有 对 卤笋加 还有呢 你可以拿一种西南花 就是买一种 比较耿 比较多的素菜 跟它去配 会比较好 所以宾哥的意见 就是说尽可能的 少选这个水分多的食蔬 然后和它会在一块 还有一点 如果你要想象 这个夏季过的 粮上加粮 给大家推荐 另外一个夏日食谱 就是用丝瓜和老秤 烧制在一块 然后我们里边 给它加入一些高汤 微制在一块 那既可以当汤喝 当然你也可以当菜吃 尽可能反正不要用大油 或者是这种很热的东西 去把这个银的美味 给它破坏掉了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很多朋友经常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提倡的 原汁原味的同时 又能够尽可能的 把它的营养成分保留住 这也是我们提倡的东西 美味 营养 健康 谢谢宾哥来到节目当中 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道 美味佳肴 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